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准备回家过节了 因为要准备考试提前复习 还可以顺便兼职打点人工 赚赚外快 但很不巧的是 此时男友的父母也打来了电话 对方表示家中有急事必须赶紧回家 就这样男友抛弃了香秀 此时假期里的校园就只剩下了香秀和一名保安三个门位 这天香秀开着设有的车外出采购 而此时他也没有听见 此时广播里正播报着数名女大学生离起失踪案 紧接着一位沙马特女士瞅着香秀皮肤白嫩 上来就要摸摸人家 幸好香秀反应及时避开了 随后这位沙马特女士又找事 和收音员吵了起来 见状香秀赶紧上来劝捷舞对方那是毫不领情 于是气冲冲的便离开了 这整的香秀也是十分无奈 回到宿舍后 香秀和男友通了电话 在诉说了今天的遭遇后 香秀便挂断了电话 准备睡去了 就在此时 他突然听到屋外有人在喊 怀着好奇之心 他跑了出去 结果啥也没找到 回来就发现自己的电脑竟然被人给打开了 里面正播放着女生被残忍杀害的视频 就在此时 沙马特女也突然出现在她的家里 只见手里似乎还拿着什么东西 朝着自己就过来了 这可怕香秀给吓坏了 转身就准备要跑 可这刚出门 他就又看到了一个面具人 顾不上多想 他只能赶紧跑 好不容易跑到大门那儿 他就发现门被锁住了 显然此时的门位已经遇害了 这可真是让人感到绝望啊 于是香秀准备先藏起来 结果还没藏呢 沙马特就出现了 手里还拿着一个相机 就对着香秀录像 并表示香秀之死 游戏正式开始 显然这也就是最近网络上 然而闻风丧胆的 专杀年轻女大学生的邪恶组织 见到不妙 香秀赶紧趁机逃跑 并一路来到了保安厅敲门寻求帮助 见状保安大叔赶紧报警 只听电话这边传来嘟嘟声 显然这已经被他们提前动过手脚了 随后大叔掏出一把手枪并准备见机行事 但没过一会儿 他就被对方给刷走了 眼看对方比自己还弱 靠人不如靠己 还是自己先逃命吧 危急关头 他便从楼顶一跃而下 你以为他是要自杀 对不对 但我们女主是要逃生的 别管什么勾股定理 万有引力 反正我们女主跳楼就是不会死 只见楼下的他一拳一拐地往外跑 跑着跑着就看到男友来了 于是他赶紧让对方离开 可惜一切都晚了 男主刚出现就领领喝饭 这让香秀心动不已 随即开车直直地向着面具人开去 在撞倒对方后 他又拿起一个木棒 将剩下的人一一摆平 就在这时 他又看到了面具人手机里传来了一条消息 这正是沙马特的下一步计划 于是他假装自己是面具人赴约 在提前准备好一些易燃物品后 他便前往约定地点 在沙马特刚刚下车的时候 他直接将易燃物扔在了沙马特身上并点燃 眼看对方在大火里挣扎 香秀也拿出了一部手机 并将这一幕给录了下来 并上看到了网站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女生平日里还是不要单独生活 毕竟你也不知道身边有什么不安全隐患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欢迎自行搜索克里斯提杀人网站观看 你还想看哪部电影解说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进行评论留言 小编会尽快帮大家解说哦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们 别忘记了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